在下,生不害,可问父子,天下动荡大争,要害何在? 不是照理,不行人政,以洒落征战为快事,是为要害。 人政,照理,简听记,父子果真以为可行,果有幸迅良相, 人政可行,照理可行,简听记更可行。 邦国新王,父子寄望于,生不复古,实测人治啊, 人治治得至少强哥献胜,全数之国。 在下,政高父子,属治来法家之学,不是全数之学, 如此法家,乱世之学也,大妙, 孟父子,如此断言,大妙, 理论当有理有据, 主下,无端止止,何此前活斋? 父子,大妙,捧之有三。 天下学派,皆有分之,父子断占主义, 与属治派为法家全貌, 实质一。 法家三派,其更同意,皆以印度法制为根本, 而在推行中,各人之中,父子,母子法家根本, 公似一点,不止止于,此次恶, 法家属治派,是在刑犯的经济之下, 着重整数立志,强化查看官吏, 与斑龙全貌,有天阳之别。 父子,由于摩沙根本, 此论断之清水,无以复杂, 此此三。 理论何人,法家何派? 天下之之天,此人未央, 我法家法制派,明氏。 法制成家成派,老夫未成文也, 可正盟于乎而已, 何足论之? 父子,论学先定罪, 不足道也。 为要为高父子, 天下之道,不知空谈, 而知历行, 法制也好, 人制也好, 谁能涌入大增潮流, 而强果负面, 谁便是正道, 父子, 便是空谈大道, 以无天下, 必将为大正之戏, 所遗弃。 为要财, 人性本善, 自由法莫宾三家和伦少, 无以备复, 复其利论无句, 人性本恶。 愿文未让之论, 对未让之论, 计下学功, 言无不尽, 言人可论。 老夫愿文主下信恶之说, 以为信人见戒, 恶, 人之本性。 因人性有恶, 才有法度, 天下人生而好利, 才有财富土地之争夺, 生而贪欲, 才有斗贼, 暴力, 与杀戮, 生而恪有契望, 才有心思玄玛, 人性之恶, 必以律法而后阵, 以法制防法恶欲, 以法制说度人性, 人性才能向现有序, 孟夫之空人性本性, 将自信之功, 亏于人性之恶, 将乱世罪业, 毁于法目边三家, 无非是重生人性, 人性, 以复古之论, 回到下山昭三代, 才重用恶性, 蒙悲幼稚, 真正的大位之言。